3D列印最近非常红 连美国的总统欧巴马都说 这是第三次的工业革命 不过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他可不这么认为 他说3D列印没有办法量产 加装电子零件 充其量只是噱头而已 如果说3D列印真的变成了 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话 那他郭台铭的郭就倒过来写 见尾不见 见首不见尾 真的是神龙到后面尾巴 一举一动 统统都是产业界的风向球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每次发言都引起各界关注 这回更说3D列印只是噱头 根本就不会变成第三次的工业革命 和全球看好的角度完全背道而驰 郭台铭调示 3D列印没有办法量产 更不能加电子元件 对代工业没有什么帮助 如果真的成为了第三次的工业革命 他的郭字就要倒过来写 虽然郭董不看好3D列印 不过国内业者却是积极地朝生医领域前进 就是做陶瓷 再来做植芽 那相信就是说如果做到植芽这个阶段 我相信说前960亿的人口 对一辈子都有可能要更换压 甚至是生医产业 3D列印虽然还是在启蒙阶段 但他个人化快速便宜的特性 郭董不看好 但业者还是很有信心 好 我们下期再见